英国苏格兰尼斯湖Lochness水怪之谜流传千年 先前有科学家根据湖水样本 以及依据环境DNA样本 推测水怪有可能只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鰻鱼 不过如今又有一项奇怪的说法 称水怪是一种以藻类为基础的生物 根据每日新报报道 尼斯湖水怪猎人49岁的马蒂·怀尔斯 马蒂·威尔和42岁的阿加巴林斯卡·阿格布林斯克 这次和纪录片制片人 星庭电影公司Dragonfly Films 一早就来到尼斯湖现场 就是要拍摄新纪录片怪异英国Wear Britain 他们拍摄了照片和影片 并与此次参与搜索的尼斯湖探刊组织 分享了他们的发现 根据报道 这个探刊组织同时收集现场水质和藻类进行分析 根据尼斯湖水怪猎人们表示 所有生物体所到之处都会留下自己的痕迹 无论是头发 皮肤 血液 尿液 细菌 粪便 还是其他碎片 环境DNA分析就是一种放大动物 在其栖息地留下足迹的方法 另外 尼斯湖探刊组织认为 外界所好奇的尼斯湖水怪 有可能是以藻类为基础的生物 根据报道 藻类是非常特殊的生物体 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 但却可以兼具两者的功能 尽管藻类会进行光合作用而通常被认为是植物 但藻类的正式名称是原生生物 甚至有各种奇怪形状和大小 从单个细胞到数十公尺长的巨大海藻 但目前尚未发现任何跟尼斯湖怪物有关联的形式 尽管如此 电视节目主持人兼神秘动物学家肯格哈德·肯格哈尔认为 这些测试只检测到了藻类 如果我们考虑到尼斯湖水怪是一种巨大的藻类怪物 这当然是令人兴奋的消息 根据路透社报道 2018年6月 也曾有科学家团队在尼斯湖采集了环境DNA样本 科学家们表示 分析结果排除了恐龙等大型动物的存在 但是尼斯湖中有很多鰻鱼的DNA 怀疑尼斯湖水怪可能是一条巨大的鰻鱼 尼斯湖水怪堪称世上最知名的传说生物之一 据传它生活在苏格兰的尼斯湖Lachnes 根据传说 它有长长的脖子 圆弧形的背部 类似蛇颈龙的样貌 早在西元565年 也有目击者声称在尼斯湖看到巨大生物 1934年4月21日 每日邮报头版刊出一张独家照片 这也是史上第一张公开被媒体报导的尼斯湖水怪照片 经专家辨识 这张照片未经修改 加上人们对医生的信任 很快被视为尼斯湖水怪存在的证据 尼斯湖也因此扬名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消灭看八爪